自從怎麼觀察 小桃的信仰非常堅定 對沒錯 事實上我認為說 這個昨天柯文哲的說法之後呢 很多人在網路上 有非常多的這個耕圖嘛 就是說七點半上班 也沒多了不起啊對不對 上班的結果是 你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一個狀況啊 對不對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事實上就這個真的 如果這個熟知這個所謂運作來說的話 任何地方政府的所謂都耕的啦 或是說這種容積率 這種問題來說 一定都是縣市首長會抓的 牢牢的一個狀況 好那既然柯文哲用所謂的 不知道做這個當過去來說的話 那我們現在也只能夠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來說 事實上這種人還要當總統 什麼都不知道 這個本身總部裡面的錢 他也不知道 那木可他也不知道 那錢人家匯到他的帳戶裡面 他也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隆基立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對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北天號稱157 然後重要問題都不知道 對然後說說他們有多少 多好的這個政績 結果政績的結果是什麼都不知道 好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又說他尊重專業 好他就說啊 他因為他不懂這些專業 好但是問題你有尊重專業嗎 你在整個木可的帳裡面 或是你公司 或是你這個進總的帳裡面 你會計師跟計帳師 兩個完全混在一起啊 所以我覺得他整個 如果你從這些蛛絲馬跡 他雖然沒有罪 但他的刑事風格 或者說他的這個對人處事 或是他整個領導統一來說 幾乎是完全混亂到不行的一個局面 我覺得無論如何 有沒有最這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的這些所謂領導特質 可以說在這一次完全是破滅了一個狀況 甚至人家就說他比鄭文燦還不如啊 鄭文燦好歹有實質影響力 就他這次連實質影響力都沒有 他完全沒有辦法影響這些東西 所以來說這個這種判決來說 我覺得當然很多民眾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疑惑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金流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為什麼這一次呢 這個檢調要查木可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金流嘛 如果你能夠查到相關的 這個對價關係 或是金流來說的話 當然有機會讓他這個一刀斃命 但是顯然從木可這邊來說 可能也沒有抓到太多 跟金華城有相關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幾天的媒體在那邊講了 這個所謂陳佩琪媽媽的這個 所謂錢這件事情啊 就是說事實上這個檢調呢 當然他會透過一些方法 放出一些訊息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抗爭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就在那邊說 你們要給我證據啊 證據是什麼 那檢調就透過一些方法 放了一個說好像有700萬 就又說一個170萬 然後170萬來說 結果民眾黨自己也說得不清不楚 就是說啊 這個是這一開始陳志安就說是媽媽的 這個首尾錢 結果後來媽媽卷還健在 對很多人開了一個直播說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陳美琪媽媽還在 對就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事實上整個 我是覺得民眾有時候看的 不是這件事情的真假 而是說你們後續應對 這些事情的做法是什麼 你看到做到目前為止 還是整個荒腔走板的一個狀況 根本就完全沒有上軌到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接下來 你要說啊 這一次這個整個金華城案子過了就過了嗎 沒有現在整個北市的這個議員 已經開始把這個瞄頭瞄向 這個所謂的果菜市場這件事情 果菜市場的話 你這個追加50億元的這個 減量發報之後 再追加50億元的預算 那你這是什麼意思 對尤其是這一次又扯到中工 那問題是中工這一次的 因為果菜市場當時的 這個這個彭政生曾經擔任過董市長 所以當然跟他有關係 可是問題是你看這兩個案子 金華城跟果菜市場跟他都有關係 然後你市長完全不知道 也就是說事實上在我們當八年的這個 台北市的這個過程裡面 彭政生才是台北市長啊 他會發現他他才有最終的這個決策權 另外你又不用講 現在這個議員也在追的 南港的POT案 還有北市哥的這個案子 這案子都是有非常多的這個疑點出現啊 那尤其是這幾天就很多議員出來說 原本的這個T17跟T18這兩塊地呢 當時呢曾經有其他廠商要來標 就是說其他廠商說 哎那我們來標好了 我們這個既然說你要這個開放做這個BOT 我們也有意願 那現在就有意願提報說是在優比塊公司 那優比塊公司的這個老闆叫羅伯特佩拉 那羅伯特佩拉是誰呢 我跟他稍微講一下 他是這個NBA灰熊隊的老闆 也就是說他目前的身價是180億美金左右 他大概比台灣任何一個富豪都還要更有錢 這是沒有疑問沒有疑問的 然後因為他優比塊公司呢 他是很早就在成立的一個網通公司 然後他是全世界第三大的網通公司 然後這個羅伯特佩拉他很喜歡台灣 各位你知道他其實飛機呢 一年大概有20幾攤會飛到台灣來 他其實他其實已經算是一半住在台灣 那一半住在美國 那又其實他買了一個非常有名的這個豪宅 就是在我們新一計劃區裡面的佐伯 之前那你如果去查資料的話 他幾年前的時候用這個現金 這個5.7億買下了佐伯 然後他就住在那個地方 然後結果他那時候就跟這個我們當時的台北市政府就說 那好啊 OK啊 我你們要做這個BOT我可以來開發 以他的錢他的能力沒有問題啊 那他到時候是一個港商的名義 然後事實上他是幕後的老闆就說 我要開發 結果跟英語言的爆料是說 北市府來把他勸退 他說你到底是誰啊 你不認識 我覺得他可能真的不知道他是誰啊 如果現在來看的話他應該不知道這個羅伯特佩拉是誰 但是呢你因此就錯過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機會 如果羅伯特佩拉他我再說一次他是全世界第三大網通公司 如果他能夠在這邊蓋一個總部 然後因為他現在辦公室是在我們信義計劃區裡面 這個非常知名的這個直銷的這個大橫蓋的那棟籠裡面 他原本是要把他搬到北市科來的喔 那北市科原本的發展也是希望說 因為北市科這邊他沒有 而且沒有華碩 人保在這邊 原本如果把他放在這邊的話 是一個非常好的案子喔 結果你看當初就是你把他勸退了 勸退之後呢進來的是星光 那星光到現在為止你就開發不成 所以再說啦 而且上個禮拜還曝光出星光的吳東進跟沈慶晶跟柯文哲 對啊唱歌 在桃豬園唱歌 所以你知道市場 你會覺得說很奇怪 就是說有問題的都是這些廠商 然後這些廠商呢 他本身又出了很多問題 然後都跟你們完全搞在一起 我還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也認識柯文哲 企業界的大咖有錢的有錢的 然後也賺那一錢給柯文哲過 因為他選台北市長這個東西 他說欸我不知道他跟小沈好餒 我如果知道他跟小沈做朋友 我不會跟他交配做朋友 對啊對啊 就是企業界真正的A咖 會看你交的朋友是誰 他說我如果知道他跟小沈唱歌 我絕對插都不會插 對啊對啊 如果如果郭泰銘知道 他或許也不想跟他往來不一定 我不知道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其實 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跟他有簽罕關係 然後很多爭議案件的人 都是這些又是有非常多爭議 本身就有非常多爭議 吳東京我們就不用講了嘛 那神經經也是這個樣子 那這次的案子裡面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來說真的 我覺得最後柯文哲還是說 我也不知道他本身是這個樣子的人 因為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用這樣子來逃過司法對他的這個審判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